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发网友的围观 2014年4月24日下午 张国荣粉丝微博《荣史上的今天》 发布了一组1992年4月24日的照片 拍摄《霸王别基》期间 张国荣、巩丽、张峰义一起游天安门 三人留下搞怪合影 2007年8月8日 刘德华现身北京天安门广场 这张照片吸引老网友的注意力 引发了网友热议 刘德华在天安门这张照片背景里竟然没有一个人 华仔平时出现在公共场合常常会引起混乱 网友疑惑竟然还是担任赵 2007年国荣机在天安门拍MV时留影 突然遭冲上来的一个女粉丝抢吻 2008年范冰冰陪四川灾区小朋友参观天安门 那时候的范冰冰居然跟baby撞脸了 姚明这张拍摄的时候应该是杨士 所以看起来天安门一样高 赵薇和林心如 当年两人拍摄《还珠哥哥》期间 在天安门合影留念 当初的两人还没有大红大紫 如今已经物是人非